Hello 大家好,我是Villain 我現在人就在一輛 Subaru Forester 的車上 這輛車他們借我大概一個禮拜,讓我去體驗一下 看是什麼樣的一個感覺 我就跟大家講一下,就是我這幾天用下來 不是這幾天,整個禮拜用下來的感覺跟感想 現在我就從馬來西亞,就從 KL 要駕車去到 JB 這樣子 那麼順便,我就在跑高速的時候跟大家講一個 順便,你們可以聽一下這輛車的隔音是怎麼樣 我自己覺得啦,是很不錯的這個隔音 是因為我們的胎罩,現在我們時速就不方便講多少啦 總之就是比較高速啦 走都好,我們都覺得那個聲音,什麼叫MVH 是不錯的 那麼外觀部分其實我是覺得,後尾就有點難容易接受啦 那麼前面我是覺得還好 那麼這輛車叻,搭配的是這個 2.0NA 啊,Boxer 引擎 那麼你講動力嘛,你講什麼可能它沒有這樣優秀的這個表現 可能它表現真的是沒有那麼強啊 但是講真的啊,它駕起來的感覺就是一輛很大輛的一個Vios這樣子 它有那個類似這樣的感覺 即使是CVT也非常的棒 而且我覺得這輛車是蠻省油的一個點 就是因為它是四驅嘛 這樣我們用2view的就是前驅車跟它比 那麼我們打一桶油下去 走的公里數差不多是400-500公里 所以我是覺得,誒,不太好啊 它甚至是比Alpha25更加省油這樣子 然後我也是覺得它整體架上去的那個感覺呢 是很慌的,尤其是什麼情況叻 尤其是在你做cornering的時候 而且它這個是用著dealer,那個就是那個bristoon的輪胎叻 這個是4-0,比較像是4x4 SUV用的這個輪胎系列啊 那麼它用了之後叻,那麼就是一個比較耐的輪胎啦 那麼我也覺得它的cornering是非常的不錯 而且它這個全時的四驅系統 這個all view drive,我覺得非常的棒 這個真的是有體現在這個SUV上面有一個很好的幫助啦 就因為我本來就一直很喜歡SUV這種車型 尤其是這輛 然後還有一樣東西就是,一上到車過後 你會發現到哦,這輛車啊,哇老耶 它的那個鏡子啊,是西北大片的 你會覺得好像這輛車坐了下去好像沒有什麼死角這樣子 哪裡都是鏡子 所以這個就造就了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說,如果你沒有黏dinter的話,這輛車咧 我覺得會非常熱啊 我真心覺得非常熱 但是,如果你黏了dinter過後 好的dinter,尤其是燒胸那一種咧 你就會很舒服啦 那麼再來就是說 這輛車的用途,就是這個SUV 雖然它是標準的 我做夾一個大屁股 但是,因為之前 前幾天,我朋友就在這個蘇蓋伯西零私比賽 那麼我就也過去,我就把我的車架去 Offroad那邊 然後把它停好車 然後我就把我的屁股開起來 然後把我的座椅子全部拿下來 我要講的就是,它這輛車很好用啊! 怎樣講很好用呢?就是 你一用它的時候,你會 哇!你第一個你會想到它 因為它這種是一個非常好用的 就是一個Everyday Car 那麼再來它有蠻強的這個 Offroad系統,它們叫做X mode 不好意思啊,我車不要亂一點 X mode有Snow啊! 有Mud啊! 有Push變成Normal mode啊! 我覺得這些是真的是好用啊! 我會講,你看啊! 它是一個Everyday Car 它就是給你,你從你不就駕車去KL做空 這樣子又回來,然後也不會很自由 你看,打95就可以了,兩塊零五毛 是不是便宜? 真的是西北便宜,但是以後不懂啦! 然後,它有這個Eye Sight 4.0 然後這個Eye Sight的好處就是 可以幫我們看路咯! 看路如果有人跑出來,Eventancy Brake啦 跟車啦,這種東西全部 這種系統,這種跟車系統全部都有 它主要的鏡頭呢,是拿來給你 這些那些Bluetooth啊 USB Tinker啊,這些東西罷了 這個大鏡頭 它還有一個小鏡頭,那個小鏡頭呢 裡面你可以自定義很多東西 就好像你現在的車的傾斜角度啦 現在是用著前輪比較多,還是前輪比較多啦 還是現在它只是用著前輪比較多啦 全部東西,資訊都會在裡面給你看 甚至是瞬間的油耗啦 還有你一上車到現在,用了多少個L,可以跑100km 這種東西全部都有在裡面 你可以看它的Oil Temp,它的Water Temp是怎麼樣 拿全部東西在那邊可以看 但我是覺得,我一個全能車來講 它就是,它能做的東西都已經做到了 空間非常的棒 頭頂,你看 要大有幾大就有幾大,你看 有幾塊就有幾塊,什麼一個圈頭 兩個圈頭都來了,對不對 然後後座要大也是非常的大 要用則是非常的舒服會用 鏡子非常大片,你自己看 Oil Temp的鏡子也是大片 但是它的大片哦,是很遠的 就是你手根本動不到啦 但是這個它的大片是你手可以動到的 所以你會覺得你好像,哇那個高樓大廈那邊 如果你在高樓隔壁啊,看到有人跳下來 你自己看就確定了 這樣讓人家過了 這輛車,如果你以儀錶那些 其實也沒有太多的 可以講啦,就是不要走到analog咯 但你講好不好用,其實這輛車 我覺得是蠻好用的啊 我的生活風格啦 我的生活風格就是 那空,吃飯啊什麼啊都可以這樣走 因為你講它大,非常大還不會很大 你講它小還不會很小 迫力也容易 所以這個,它比較多在中間啊 這種叫做mid-size SUV啦 所以我是覺得蠻不錯的一台車真的 然後冷氣非常的冷 然後音響啊,還有一樣東西要講一下 就是它的音響,非常的棒 好像人家已經改裝過的音響一樣 如果你們喜歡音響什麼 你們去Floris去聽一下 其實它的東西是不錯的 它東西真的是不錯 非常的棒,好過很多很多演唱車 好過差不多市面上70%的演唱車 真的,這個是 雖然它沒有什麼特別牌子啦 什麼別的品牌這樣有放那個cycle字的啊 然後有放那些其他的品牌下去啊 其實這輛車安全的東西是非常的多的 所以駕這輛車咧 你不可以講你不理它啊 它會幫你brake什麼 但是它是一個協助啦 協助 那麼最重要還是大家自己駕車要小心 學會駕車跑過一切東西來付出你 對不對 後面後座也是非常的寬 真的是真的 那麼我們也看到 因為它玻璃真的是非常大片 它的遮陽板也非常的大片 你看啊,我們拿出來這樣子啊 蓋這樣子蓋住啊 沒有兩邊開 好啊! 夠大了吧! 等一下有過過,沒有過過,沒有過過 沒有過 原來我就是那個阻礙時候會進步的蓋雷 所以各位如果你們駕黑衛駕車 前半人的駕後面車一來,你就做 不要頂人家啊! 你沒有比較厲害耶! OK? 人家講時速100億嗎? 你這樣很快耶! 那個時速是給我們自己的駕駛駛 不是我們給人家的駕駛駛 明白嗎? 它要去駕駛是它的事情 我沒有散開讓它自己去駕駛 啊,要明白這個道理 有些人趕著去醫院咧 啊,有些人趕著去醫院,他的腸跌有出來 他孩子跌有出來,養水泊咧 怎樣? 不是 所以,不要做道德摩人 不要在那邊站在自高點指責人家 管好你自己就好 這個社會本來就是管好自己的遊戲 而不是你去管人家,你不是警察 你不是法官 對吧? 法官的工作就是維持好這個 社會的這個法律和秩序 其實這個價錢來講,它只要加多一樣東西 一切都會變合理 Turbo 加一個Turbo,everything ok 我的想法是這樣子的 它雖然不是一個很高速的車 但是每一輛車都有一個suit sport 就是它自己馬力的那個band curve那邊 然後再配到一個時速,再配到它這個車的風阻 沒有這樣強什麼之類 它會拿到一個suit sport 這輛車的suit sport是在140公里的時候 它是一個很舒服的點的 油門你按,因為它是i跟s嘛 i是那個,你看你按出來s,i drive嘛 它有兩個 那個trottor controller 那麼你放了s之後呢 它的suit sport就是3000轉140 那種感覺 它就是一直cruising,一直cruising這樣子 那種感覺非常的棒 ok 那麼整體我就做一個小小的報告給大家 那麼乘坐體驗車腳 好,這輛車下足功夫 隔音好 然後 然後它是CVT 那麼主要提倡的就是什麼呢? 省油咯 CVT 拉4Mille咧 夠力嘛 高高啊 ok 然後你要進山,玩爛泥就玩爛泥 但是不能玩水很深啊,怎麼辦? 不能夠爛 但是爛泥什麼種是沒有問題的 玩水少少這樣,不要超過輪胎 超過輪胎一點點都還ok 全能車啦 這個就是,All Purpose Vehicle 它不是SUV 那個叫Sport Utility Vehicle 這個叫做 AUV All Utility Vehicle 真的啊 去哪裡都可以 真的啊 如果你要出遠門 你要上泰國 你載三個人 然後滿滿的行李 上面再加一個行李架 然後要露營,可以露營,沒有問題 因為他們最近也是提倡露營 在那個,放了一個TEN在上面 然後那個都累啊 都累啊 所以,會覺得 not bad not bad,consider not bad this car 我是覺得 欠一樣東西 你得過下去 ok 那麼今天我們的影片就到這邊啦 祝大家兩個美好一天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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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